最新股市新闻更新 最专业机构分析观点 最权威人事解读 大家好 欢迎来到安迪大鲨鱼的美股投资频道 我是Alex 今天是12月13日周一 我们先来看一下本周的一些重大事件安排 这样有助于我们清晰地认识市场可能的走势 本周值得关注的经济事件包括 周二美国劳工统计局将公布 11月份的生产者价格指数PPI 美国全国独立企业联合会将公布 小型企业主信心指数 美联储公开市场委员会 将于周二和周三召开本年度的 最后一次政策会议 周三美国人口普查局将公布 11月份零售销售支出 劳工统计局将公布 11月份的进出口价格数据 全美住宅建筑商协会将公布 12月份的住房市场指数 周四美国人口普查局将公布 11月份的新住宅建设报告 美联储将公布 11月份的工业生产数据 另外有大约20家央行将在本周召开会议 看看以上的事件安排 那本周真的可以被称为一个 Big Financial Week 这么多的数据将要公布 这么多家央行会议都将在本周召开 他们将采取什么行动 目前尚不明朗 英国央行希望提高利率 但是由于英国经济的疲软 和欧米克隆冠状病毒变种的影响 可能会被推迟 不过欧洲央行可能不会做出太多的改变 日本央行也可能不会做出任何改变 NetEllen Security的安德鲁布伦纳表示 我们可能会看到欧洲央行做出一些调整 但日本央行几十年来一直坚持鸽派立场 认为没有理由改变这种现状 那看似最强硬的英国央行 由于新冠肺炎的疫情和封锁 被捆住了手脚 世界各国央行都掌握着主动权 因此周一的股市下跌也就不足为奇了 尤其是所有主要央行 都计划在本周召开重要的政策会议之际 截稿时到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是下跌了322点 跌幅0.9%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0.67%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1.02% 市场上的担忧迹象已经出现 周一的十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下滑了0.051个百分点 至1.438% 目前通胀水平是十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的4倍多 那这也表明了长期增长正成为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 蒙特利尔银行的伊恩·林根表示 周三将是一个有意义的风险事件 因为鲍威尔的任务是继续执行他的鹰派转向政策 同时向市场保证美联储将避免过度收紧货币政策 以避免出现衰退 美元对多种货币走强 那对欧元上涨了0.45% 对英镑上涨了0.2% 那外汇交易人员在对欧米克隆的担忧和各国央行对通胀的担忧之间寻找着平衡 土耳其里拉下跌了2% 那此前评级机构标准普尔警告称 可能会下调土耳其其必加的债务评级 原因是土耳其央行在通货膨胀率以每年25%至30%的速度飙升之际呢 却降低了利率 那本周末呢 我们也没有听到什么好消息 致命的龙卷风呢 席卷了美国 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电子商务零售商亚马逊在伊利诺伊州的一座仓库倒塌 使这家公司的工作政策成为新的焦点 其中包括禁止工作时使用手机 那风暴造成超过90人死亡 掀翻了房屋的屋顶 切断了至少5万6千户家庭的电力供应 世界卫生组织在周日发布的一份技术简报中表示 上月在南非和香港首次发现的欧米克龙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 其突变可能会导致更高的传染性和更多的COVID-19病例 他们重申了11月29日的首次评估 称出于多种原因 与欧米克龙变种相关的总体风险仍然很高 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周一表示 英国至少有一名患者在感染欧米克龙变异后死亡 世卫组织表示 有早期迹象表明 接种过疫苗和以前受过感染的人 不会产生足够的抗体来抵御欧米克龙的感染 从而导致高传播率和严重的后果 目前尚不清楚欧米克龙是否天生 就比在全球占主导地位的DOTA变体更具传染性 牛津大学研究人员周一发布的一项实验室分析 证实了世卫组织的评估 那分析显示 接种了两剂COVID-19疫苗的人 对欧米克龙的综合抗体大幅下降 我们也可以说是以上的因素驱动了市场 投资者在抛售能源和金融类股 使得周一的市场大幅走低 所有人把目光都聚焦在将要召开的 美联储2021年的最后一次会议上 尽管核心通胀数据显示出一些消退的迹象 但投资者似乎仍保持着购买的情绪 上周五通胀报告的总体数据显示 主要指数同比达到了39年来的高点 但月度增长势头放缓让人松了一口气 投资者预计美联储周三将宣布加快缩减购债步伐 以应对价格上涨 瑞士信贷的高级分析师Epic表示 外界对本周FOMC会议的预期是 美联储将宣布加快量化宽松的缩减步伐 并可能暗示美国首次加息的时间 可能比此前预期的要早 牛津经济研究院高级经济学家 鲍勃·施瓦茨在周一的一份研究报告中表示 在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经济稳步增长 就业市场强劲的背景下 各种指标反映出经济深陷困境 这位经济学家表示 根据情绪调查 家庭情绪低落 所谓的痛苦指数 也就是通胀和失业率之和 徘徊在衰退水平附近 本次美联储会议虽然政策分歧较小 但是由于是2021年最后的一次会议 还是引发了人们更多猜测的兴趣 尤其是对美联储所谓的加息预测点阵图 可能会更有兴趣 去年9月的点阵图显示 委员会成员在2022年的一次加息 和不加息之间平分秋色 那这次肯定会被推进 但推进到什么程度是个关键的问题 目前有足够多的变量因素 增加了美联储做出决策的难度 尤其是通货膨胀和欧米克隆变种的潜在威胁 比较没有变化的猜测是 美联储将在周二召开的 今年最后两天的货币政策会议上 同意加快缩减债券购买规模 为明年的加息奠定基础 最近的消费者价格数据 正鼓励美联储加快行动 那截至去年11月的一年中 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CPI上涨了6.8% 美联储青睐的通胀指标显示 10月份该指数较去年同期上涨了5% 11月美联储官员同意将 每月购债规模缩减150亿美元 目标是在6月前完全结束 此后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暗示 他们可能会加快这一进程 每月削减两倍的计划 可能会在3月份结束 从8月到11月失业率下降了整整一个百分点 至4.2% 美联储希望将利率维持在接近于0的水平 直到确认通货膨胀不会下降到2%以下 经济达到最大的就业水平 一些人认为它已经达到了这些目标 市场预计明年至少两次加息25个基点 甚至可能再次加息 美联储将在本周更新其预期 对美国经济来说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 有许多令人感到不安的因素 那从市场走势来看 股票市场好像确信事情会顺利的发展 现在虽然市场仍在调整 但也许是一个寻找 可能成为下一轮上升趋势中 领先股票的好时机 投资者也可以利用自己比较熟悉的工具指标 先扫描衡量一下 挑选出一些优质的股票 加入自己的自选股中观察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更详细的市场分析 热点板块 资金仓位管理的策略知识 请关注我们的会员视频 感谢各位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